我是谷娃姆 今天要说一个小屁孩救你的故事 某天人类的我们才不宠国首领主角 坐飞机要去别的地方开会 他的保镖队长负责在飞机上维护他的安全 当飞机飞过一座高山森林时 飞机忽然发出警报器表示 即将操受地面飞弹攻击 此时保镖队长偷偷关掉飞机的防护照片 大家说飞机没救了 然后叫首领主角赶快坐上逃生艇离开 再叫手下们用降落伞跳机逃生 但一个手下发现降落伞好像打不开 于是保镖队长先杀了这个手下 在自己用降落伞跳伞逃生 然后飞弹很刚好的就在这时候飞过来 击落了飞机到底是彩排了几次 所有的时间才能抓得那么精准 而刚好来参加森林猎人一天一夜考核活动的小屁孩主角 意外发现我们才不宠国首领主角的逃生艇 超爽的捡到一个女主角 哦不是捡到一个首领主角 首领主角在逃生艇内跟小屁孩主角想开门密码 请他帮忙打开救生艇的门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才不宠国 发明了一点都不存 但只能从外面打开 超适合用来把自己关到死的救生艇 首领主角出来后 当然是要先跟小屁孩主角解释 说自己遇到空难的忙忙我吗 接着小屁孩主角开自己的补给车 带着首领主角兜风看眼睛好浪漫 然后找个地方录营休息 两人在聊天一下小屁孩主角说 我们国家的男孩要成功一个人狩猎才算男人 另一边保镖队长也成功降落 跟买通他的疯子杀手界面 一群小外蛋很快的找到首领主角的救生艇 却发现里面没人了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判断 这个森林非常小 谁随时都可以在森林中找到谁 早上时小屁孩主角出发到营地旁边 一个他爸暗示他有路可以列的地方 却发现一个冰柜 里面是他老爸帮他准备好的路头 爸妈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废物 怕他没办法打猎成功被笑 所以帮他把一切安排好 妈宝或爸宝的养成从小就要开始 而首领主角在旁边乱供 正巧发现他摔死的护卫手下 发现这些尸体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竟然没摔烂 马上推测出这是一起外星人入侵事件后 不对是一场针对自己的刺杀行动 而宝镖队长带着疯子杀手一路查看足迹 然后靠双腿走路一个晚上 不眠不休不吃不喝 马上就找到了首领主角跟小屁孩主角的营地 此时首领主角正在安慰 痛哭流涕的小屁孩主角 他很难过 老爸竟然梦他准备好了路头 让他可以假装狩猎成功 是有没有那么瞧不起人 虽然我看起来超不像主角 但我真的是主角啊 还要相信主角我也能好吗 于是首领主角给他了一个好宝宝勋章 让小屁孩主角能证明他也是男人 完成拯救过我们才不损国首领主角的重则大任 他们都讲完话后 保镖队长排队排好久 剧情规定他就算听到有人在讲话 也要当做没听到 一定要等首领主角跟小屁孩主角演完男人友情继马 才可以出场叫首领主角乖乖投降 此时小屁孩主角的功用总算要出现了 他很帅气的拿弓箭要射保镖队长 结果连弓都拉不开 外界当然射不中 故事都演一半了 让我看一点都不强的主角是怎样 而保镖队长身为一个反派角色 他当然要叫小屁孩主角快滚 而不是杀死他 屁啦应该是要杀死他才对吧 小屁孩主角还真的滚了 然后保镖队长揍了首领主角 一队这时总算轮到疯子杀手出场 继续扮演疯子 先跟首领主角拍个照 这样才能塑造一种 我真的是疯子 抓到首领主角只是想拍照 没有想做其他的事哟 再把首领主角赶进去冰柜 然后用直升机把冰柜运走 运去哪里就不重要了 这个故事只是想要讲 小屁孩主角如何不应勇的 就首领主角而已 其他内容通通完全根本就是 绝对一点都不重要 而躲在一旁的小屁孩主角 忽然站了起来 嗯因为他原本是蹲着 镜头也很配合的 由下往上侧拍转一圈 让大家以为小屁孩主角 好像变强了 并没有 他真的只是从蹲之站起来而已 此时风直杀手的直升机 刚好经过小屁孩主角 马上跳过去爬到冰柜上 怎么看小屁孩主角都应该摔死 但他还是成功爬上来 他立地跳远可是可以跳一公里的 保镖队长发现后 不敢开枪射小屁孩 怕射到手领主角 只好叫风直杀手的手下 开直升机摇晃冰柜 想把小屁孩主角甩掉 诶多抓走一个小屁孩 是有很麻烦吗 还是可以抓回去玩弄玩弄啦 错当然不行 这样儿童保护协会生气 等等出来靠背的话 故事就不能继续讲了 直升机想靠撞树弄掉小屁孩主角 好不容易真的弄掉了 但小屁孩主角又跑回来了 还趁此时冰柜离地面很低 把绅士割掉放下冰柜 这时宝宝队长终于开枪 射人竟然又是射不长眼的 子弹真的很瞎 怎么射都射不中 小屁孩主角有充裕的时间 躲到冰柜里闪子弹 我看别说躲到冰柜里了 就算在这里打篮球 估计也是不会被射中的 然后小屁孩主角滚动冰柜 让冰柜滚滚滚滚 完全摔不死也不会掉到悬崖 反而刚好掉到水中 接着在飘飘飘 刚好飘到最尾的飞机旁 还好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森林很小 大概只有十几平吧 所以这一切都相当合理 此时直升机开了 过来要攻击他们 首领主角跟小屁孩主角 躲到飞机中 这时候军方基地一个策略队长 偷偷传简讯给疯子杀手 跟他说要改变计划 直接杀了首领主角 诶是改变什么计划啊 我们连原本的计划都不清楚好吗 故事都快讲完了 就是不告诉你 大家到底在忙什么 于是风子杀手炸破飞机 上方冲进来放好炸弹 打算炸掉飞机跟首领主角 就是不想直接开枪杀 此时保镖队长却莫名其妙 割断了风子杀手的降落神 害风子杀手要跟首领主角对打 然后就莫名其妙 被首领主角用剪刀的枪杀了 首领主角带着小屁孩主角 逃到驾驶舱 用逃身影弹射升空逃走 刚好弹到直升机前面 保镖队长看见了他们 却又不开枪 他在等小屁孩主角射线 这是回合制的游戏 主角那边先动 才可以轮到坏人这边动 小屁孩主角这时忽然 发的动空见了 被力在这短短几分钟内 大幅度增加 是有偷偷阻止 买增加被力的弹药吗 结果见射出去 吃到保镖队长时 被保镖队长体内的防弹一弹开 保镖队长很开心要开枪时 突然身体痛就摔下去 刚好被飞机中爆炸的炸弹炸死 已经死掉的风子杀手 我觉得真的太智障了 就这种爆炸威力 我刚刚根本不用进去飞机中 放炸弹好吗 把炸弹丢在外面 随便都能炸死主角好吗 不会是不知道怎么收尾 才安排我随便死掉吧 此时军方怀疑凶手 是森林中的狩猎对干的 军方也就这点智商了 他们跑来吧 小屁孩主角他爸 那群猎人绑起来 但刚好首领主角 跟小屁孩主角的逃生 也就是那么刚好的降落在这边 然后小屁孩主角 率先英勇地站起来 是要站起来几次啦 大家看到他们好激动 军队也看到首领主角 过来关心一下 拍拍手收声好棒 此时军方的厕所 我们才不宠国的副首领 很生气的在厕所 骂军中的策略队长 说好的叫风子杀手 买通宝镖队长 按杀首领主角 让我顺理成章 即位成首领的计划呢 所以策略队长 瞬间秒杀了副首领 还塑造一种 他是自己滑倒摔死的样子 到底是有多少人 真的会在厕所 自己滑倒摔死啊 最后营救首领主角的直升机 出场首领主角 站在小屁海主角旁边比叶 狩猎队帮忙拍了一张 帅气的照片 享受到好像很激昂澎湃的情景 你们真的不觉得 你们其实没干嘛 只是遇到太智障的对手吗 反正故事就结束了 我们也明白了 我们才不宠国的 军队真的都是一些不宠的人 至于真正的大魔王军方策略队长 可能要等到导演 策到经费拍第二集 才会知道他是干嘛的了 但你真的觉得策得到经费吗